都是我儿子这不是刚才也说有病吗 我每个月呀卖菜呀卖鱼啥的 也够维持我儿子治病这个开销 而且呢也可以够他我俩去生活 但是呢那有个月呀征钱征体少 正好感情我儿子病情特别严重 大夫的所有 得给你开点特殊的药 而且开销相当大 他都一着急的 从我父亲的人没年轻到你把钱拿走了 没跟父亲说把钱拿走了 而且我父亲呢他也得买药 因为他搞血压 一买药一打开你签箱一看就欠少了 他问我你师父拿钱了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这把早事啊 我都琢磨到这儿了 我都问他一下 我问师父拿钱了 我说你身材不说一声呢 当时啊我都骑躺在那儿了 背得宿舍就弄了 我就信我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不大点的小事 他都跟我置气 当初因为我儿子这病了嘛 着急 我给他爸打电话 他没拿着手机 从家想半天 我给他打电话呢 他也不接 这咋办呢 我一着急 我现在拿完钱了 我就告诉他一次 以后给他 我就给孩子 拿了这钱去给孩子买药去了 买药了到家又湿上来 又茬上来 我就忘了 你说我觉得这是不大点小事 事情是不大 以前根本就不会意味 这事跟我吵 事情是不大 给我可怕一白身了 你听我说话了 事情是不大 咱咋说呢 你是先斩背后奏 我咋说去 我就感觉现在你变了 以前可不这样了 以前更加分叉更大了 听懂 听懂 这是跟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